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U18系列影片的最後一集 我們要來聊聊中職球迷都很關心的選秀會 雖然今年集中選秀也才結束沒多久 但像U18這種高張力的國際賽殿堂 通常都會有各家球坦齊聚一堂 也相當於一個大型測試會的概念 以2019年U18金牌世代的20位球員來看 目前已經有18位選手進入了職業殿堂 其中包括13個中職、4個美職、還有1個日職 剩下兩位潘文輝跟李承勳也絕對有挑戰職棒的能力 只是目前還在等待離外的機會 就連20人正選名單出入之後被刷掉的四位選手 包括李慶龍、曾俊悅、張聖豪 目前也都進入了中職舞台打拚 曾俊悅甚至還成為聯盟頂尖的守護神 只有高院的翁耀宗落選 畢業後先去讀文化 現在前往屏東紅尾棒球隊打球 所以我們也能清楚知道U18名單 對於球探來說也非常大的參考性質 能進入最終正選的也幾乎都是監營中的菁英 那這次U18狀態隊的亞軍陣容 分別有高1升高2的三個人 高2升高3的七個人 還有高3畢業的十個人共同組成 那本集影片我們就把重點放在 高2升高3這七個球員身上 評估他們在U18的表現 也談談我對他們明年可能選秀的期望吧 如果照明單上的區分 這七位高2升高3的球員中 只有一位是投手 剩下六位都是野手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個投手 林聖恩 目前就讀古堡加商 林聖恩的表哥是前職棒球員楊聖君 國三他就已經在華南杯青少棒賽 標出過147公里 被中校總教練倪國展稱呼為奇才 進入古堡之後被看好 能夠培育成下一個火球男潘文輝 去年已經在立德杯 跟新北富邦U18邀請賽 兩度投到154公里 也是他目前的極速 不只上投手球 二道流的林聖恩還能守三壘跟外野 打擊天賦也很高 本次U18角出8-3 三乘七五的打擊率 投球方面只有三場亮相 替中華隊拿下了兩勝 可惜冠軍戰對美國投布曼五局 被提前換下場 但整體防御率1.97 仍然就是相當亮眼的 周教練提過 有協助林聖恩把揮壁改斷 讓他控球更穩 投起來更省力 也讓林聖恩在高二時 就已經成為對上的主力先發 綠三杯也拿下了MVP 只可惜本屆賽會三場 都在痛苦槍的復球場亮相 所以他現在的球速 有沒有比之前更快 暫時看不出來 不過我認為林聖恩如果沒有受傷 明年投入選秀肯定是首輪 但畢竟也有非常多國外球的太人在關注他 所以高機率應該是會超旅外發展的 在野手部分 我認為這六位球員 很有可能會在明年投入中職選秀的戰場 其中有五位是我認為有衝擊首輪可能性的 而且有四個是古堡的選手 首先是林家瑋 林家瑋是張志強在花蓮三民國中帶出來的子弟兵 高一就能夠打對上的中心棒次 還在市長盃揮出輕棒罕見的逆轉再兼轟 巨岩盃也有雙翔炮的演出 除了有Power還能守中外野以外 林家瑋在本屆U18也有登板頭球 可惜先發對巴拿馬只頭0.1局就掉4分退場 打擊方面單剛第四棒 合計22打數揮出6支安打 對美國只有一支差點出牆的長打 多數球探員給林家瑋的評價 都是打、拋、手、背力、長打、兼具的五拍子好手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他的揮棒 唯獨要注意揮空率偏高的問題 選球上還可以再更仔細 但林家瑋還有很多可以成長的強項空間 而且又是中線野手 我覺得他如果專心練打 未來性應該會比投手還要來得高 第二個是同為中線野手的劉俊偉 少棒就已經展現優異的打擊天賦 也有俊足好打的美名 高一進入古堡在黑豹級就能夠把球轟出大槍 不但有出色的長打的能力 高二後期也接下隊長 取代了學長黃傑希來守遊擊 本屆U18劉俊偉多半被教練排在第三棒 但他的打擊表現並不穩定 進到副賽之後只有一支安打 不過還是能靠選球上壘 也有兩支長打的演出 只是跑壘上有一次飛球推聽上的瑕疵 間接讓中華隊少得一分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以遊擊防具的手背來看 劉俊偉的接球沒有問題 防守範圍不小 但他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練 以長打天賦來看 劉俊偉應該會是明年選秀遊擊的第一順位 當然前提是 銀次偉沒有回來 第三個則是球星 他也被周教練點名 是本屆賽會的兩大驚奇之一 跟林家瑋同樣是張班長帶出來的花蓮子弟兵 球星雖然身材條件不出色 但有很好的速度跟球棒控制力 在古堡固定是擔任開入先鋒的角色 這次U18他完全打出身價 從一開始的第九棒被拔捉到第一棒 揮出11戰打 繞出4x58的打擊率 OPS破1都排全隊第一 另外還有四次的倒裡成功 成為本屆臺灣小將中唯一一位入選賽會明星隊的球員 雖然主要都守左外野 但球星其實是被認為具有中外野防守能力的 某個人很喜歡他的拚勁 但有時候也會不小心拚過頭 對於倒雷的實際掌握也可以再更好一點 今年於三杯他揮出的聖牙守候 如果能夠進化成中場槍 那說不定可以朝承截線的模板來前進 第四個古堡球員則是孫一磊 他的哥哥孫一生 已經在今年選秀會上被抬槓選中 而孫一磊跟哥哥的身材條件一樣好 天賦卻更出眾 國際賽經驗豐富 少棒就是U12的國手 U15也有進培訓隊 今年則被選進了U18 這次的U18他多半是以先發DH的身分亮相 偶爾也會去防守右外野 打擊方面相當穩定 對義大利跟墨西哥都有長打 對巴拿馬則冠進4分打點 也有採取二刀流 對澳洲先發了一場 主投三局僅11分 表現同樣不差 認真說起來 我認為孫一磊無論當投手或野手 都有很好的未來性 但因為他目前野手只能守角落外野或一雷 價值相對比較低 所以朝投手發展順位可能會更好 而且他去年在新北富邦U18有透過149公里 接下來就看他高三能否成為古堡的主力輪值 把身價再往上提升了 最後一個同樣是本屆U18中華隊的中心棒次 就是目前就讀北科復工的王念豪 他有非常好的提格跟力量 哥哥楊皓然則在凱南大學 今年也有投入柴鋼測試會 但後來沒有被選中 原本王念豪被預期會扛下中華隊第四棒 但在集訓過程中 教練評估他打第五棒壓力會比較小 表現也更好 所以進入正賽之後就都打第五棒 本屆賽會合計17-5 但有兩支常打外加5次保送上壘 所以OPS0.9奇異可以排到對上第二 即便面對強敵日本、韓國、美國 他也都能夠揮出安打 表現相當穩定 以王念豪的打擊評價 明年選秀首輪一定不成問題 主要可以觀察的是他的手臂 高一能手遊擊的他 高二就移防三類 這次U18則兜首一壘 帳面上只有寄到一次失誤 實際上出現了不少瑕疵 可能也是他對一壘防卻還不夠熟悉 目前給我的感覺 蠻有威權狀元、劉基鴻的樣子 那上述七個講完 一個高機率旅外 五個有機會衝擊首輪 剩下一個則是可能落居中後段順位的陳志瑜 目前就讀平正的他 也是平正總教練吳伯弘 贊於有價的得意門生 雖然先天的身材條件是一大劣勢 身高甚至不到170 但在強權平正第二年 就能夠幾經木棒的土鮮法 還被選進U18培訓隊中 最後幾下學弟柯境賢 成為正選的外野獸 這次U18帳面上看陳志瑜打擊率兩成一一 確實差強人意 但他的上壘力卻逼近五成 獲得了10個40球上壘 不但是全隊第一 也是整個賽會第一 為中亞隊跑回了10分 跟秋星剛好一個會打一個會選 讓對方投手相當頭痛 說真的我非常欣賞陳志瑜在場上的能力 有很好的纏鬥能力 精準的選球 還有飛快的腳程 也具備許多教練都喜歡的執行戰術能力 但未來曾經從輕棒跳升至職業舞台 陳志瑜的發展勢並會受限 以中職選秀趨勢來看 矮個子外也還是有一定的市場 特別用於同一是隊最明顯 只是要拚首輪的話 難度確實是比較高的 最後我在加碼挑了一個隱藏版 因為U18名單其實有分三階段篩選 第一階段36個人 第二階段24個人 然後才是正式的20人 而被刷掉的4個人 其中白河雙雄 阮玉智 尹柏懷 還有古堡的左頭邱瑋倫都已經前進職棒 剩下一個就是明年升高3 可能會報名中職選秀會的曾藝祥了 他不是全明星狂隊的曾藝祥 而是鷹哥攻上的左頭手曾藝祥 雖然同樣是新北在地 但並非古堡出品 曾藝祥高一就已經進入木棒組 這兩年成長的幅度相當大 近年來鷹哥體系下出產了越來越多好頭手 特別是賴之喜這一屆 包括鄧家安、陳冠豪 先進輔大磨練一年之後 今年也都投身職棒 總教練王傳家自然是功不可沒 而剛進高中球速大約135上下的曾藝祥 在U18培訓期間 最快球速已經能夠來到146公里 除了知秋以外還有一顆犀利的滑球可以運用 以左頭手稀有的程度來看 能投破145的順位肯定不會太差 接下來的重點就要擺在他高三這一年成長幅度 看能不能更大了 當然如果把名單範圍再拉更廣 從36人來找 高二升高三的選手還有許多潛力股 投所相似賣了左頭蔡浩俊 去年黑豹期就能投到144 大理的側頭張遠凱 培訓隊最快可以丟到142 姿勢很有賽洋強投Max Chaser的感覺 野手的部分只有埔門強打利以諾 也是今年幕連的拳力打王 平鎮捕手胡夢志雖然個子矮 卻有很好的接球穩定性跟擋球能力 這些都會是我們可以持續來關注的對象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本屆的U48選中 你最希望誰被自己支持的球隊在明年選上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力 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我是閃力採訪生活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